我之前的工作经历当中的领导和老板 不足以我支撑出一篇 绝美的吐槽老板的文章 然后来学一学 别人是怎么上班的 任何人都能有效沟通的 一百个心理小技巧 如果你经常重复某个人的名字 他们会变得更喜欢你 滴滴热吧 这怎么可能呢 这胡说八道嘛 这不是 别的鞋尖朝向你 那么这个人可能喜欢你 他来的叫尖对在了一起 想让朋友帮你拿东西的话 在谈论他们感兴趣的话题时 把东西交给他就行了 送了吗 现在当了大王之后 可以送电脑了 这也不好使 什么破玩意儿 你丝毫不好难 什么玩意儿 真是下班 这次搞得后续一直在磨 因为我就感觉这个 快功输不了卸活 你陪哥们再干一个 对努力再来一次 要死也要真的支离破碎的死在台上 壮烈 搭档的话最起码得是一起生活过 哪怕一天一半玩过 吵过大甲隔过好 就是这一天都能完成了 咱俩来不及吵架 其实要是想完成我俩这个东西 得经过大量的工作 就是说我们能弄出一个特别好的这种形式 这两个月我们用了我们的每一天 一直在磨一直在改 一直在磨一直在改 一个梗一个梗的修 一天必须出一个梗 来不及了 没有时间了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看到见过柏阳他们表演 我们就特别期待他们现在会搞成什么样子 这一组有老兵 有今年的预备大王 还有一个X因素 杨博也很厉害 每一个梗都特别准 而且段子效果都很好 转变完风格以后感觉整个人都 由人变成神一样 工作那一组我肯定看好杨博 他确实跟去年比就是进步很大 然后更稳 黄建国和张柏阳 虽然说他们突围赛的表现不是特别好 但是你必须对于他们有一些敬畏之心 你不知道老人们会干出什么事情 有所有人都会认为杨博是一匹黑马 就是不知道他可能会淘汰蒙恩 还是会淘汰建国 接下来就是第二组演员 首先要上场的是在突围赛阶段 用一种非常独特的表演风格 获得晋级的朋友 掌声欢迎杨博 杨博如果顶得很高 就是压力就越来越大了 哈喽 我太难受了 我太难受了 我的对手是杨博恩和建国柏阳 要在我们三组里淘汰一个 我太难受了 淘汰他俩谁我都舍不得 我想尽各种办法 我去找效果老板 我说老板 咱从节目考虑 淘汰我 不能上热搜 有道理 淘汰王建国可以上热搜 是 因为没人认识我 老板说对 你是谁啊 谢谢 今天的主题是上班 外地人在上海找工作很难 我之前去一家公司面试 面试官叽叽喳喳说了半天 我实在忍不了了 我说不好意思 我听不懂上海话 他说这是英文 我说但这里是中国 他说但你面试的是反语 我大学专业 叫水产养殖 我的校友全来了 当年在我们那里 海王这个词 形容的还不是渣男 是我们专业年纪第一 我来效果面试 HR问我 大学取得过什么荣誉 我说当了四年海王 他说你真不要脸 符合我们公司文化 我很喜欢鱼 大学在宿舍 养了一盆小鱼苗 回去发现我室友 在做足疗 为了从事这个行业 我还去学校渔塘 偷着练游泳 换气很难 要在水上吸一口气 水下吐出来 水上再吸一口气 我不会 在水上吐了一口气 下去喝了一口水 上来吐了一口水 我怀疑这个场面 被人看见了 因为过了几天 有人传 鱼塘里有鲸鱼 当年因为过度捕捞 嘉陵江渔业资源 遭到了很大的破坏 我决定在实验室 培育鱼苗 放进嘉陵江 当时我在上游放 渔民在下游捞 鱼都猛 啥意思 欲擒故纵啊 整套流程速度 非常之快 鱼都还记得 这鱼的七秒钟 七秒钟就记住 我喜欢你们 很聪明 很聪明 我没剪完一个段子 要留很长时间的停顿 是留给你们投票的时间 我太不要脸了 符合这个公司文化 我们继续 我前老板 特别爱讲大道理 有一次开会 他拿了一根筷子 掰断了 又拿了十根筷子 也掰断了 说 看见了吗 你们加起 也斗不过我 太强了 刚才扯那么多 有的没的了 我们讲一个严肃的话题 其实职场 大家工作压力都很大 成年人的崩溃 就在一瞬间 有一天晚上下暴雨 我在街边看到一个男生 忽然蹲下大哭 哭得很惨 更悲哀的是路过的人 不仅没安慰他 还围上去 拍短视频 我很心酸 我走过去 我说兄弟 你怎么了 他说哥 我们在拍短视频 大老师肯定已玩这么玩 美头美美的 没有想到吧 最后我想说 我去过很多公司 但效果是唯一一家 让我说不出任何缺点 因为确实签了保密协议 同事之间氛围很好 我还发现小北 有人认识小北吗 有一些 我发现小北 是我的校友 因为他跟我说 他们学校 有鲸鱼 想完了 谢谢 你们好 我叫邱瑞 是个程序员 为什么 这有什么的 这有什么好呢 我们这儿程序员也太多了 不值得这个掌声吗 我觉得我跟掌壕比 我这个职业就太普通了 我这人就更普通 在公司老板都不知道我的名字 他每次叫我都是 那个那个 王涛是吧 给我的感觉就是 反正我也想不起你的名字了 那我就 吃你一个吧 有一次他把我当王涛 骂了半天 我也没纠正他 跟我也没什么关系嘛 王涛在旁边也不敢纠正 他不知道老板是在指路围马 还是在纸上骂怀 哇 这太好了 我不想上班不是因为老板叫不出的名字 是他这个人抠的有点太伤心病狂了 哦 这个好 你他马怀 我老板真的太抠了 那个人 永远把钱省在刀刃上啊 前段时间跟我们说 明年呢 咱这个无线网就不打算续费了 你们想办法去蹭隔壁公司WiFi吧 不是咱们公司已经开到着闭通光的程度了 那我到隔壁面试去好不好啊 我要是过了呢 就留在那边不回来了 我要是不过 还能把他们WiFi密码给你带回来 那么光在公司省钱我就忍了 还总在后面给你贴乱呢 说自己特别懂技术 我们在前面坑吃坑吃写代码 他在后面熬夜帮你改啊 然后一行代码给你改进去五个bug 我就没见过写bug这么专业的人 你说他懂技术吧 这里边有五个bug 你说他不懂吧 他能改进去五个bug 太牛了 太牛了 稳了 有一天都凌晨两点多 我都准备睡了 被bug报警吵醒了 就在群里问了一嘴 有没有人动我的东西 就果然被我老板改了 他改我的理由也特别离谱 他觉得我手这么没有大血 太丑了 我看是嫌我头发太多了呀 这跟半夜跑到被窝里 好我头发有什么区别 他对别人代码要求特别阳格 自己写的东西跟谜语一样啊 我就试问哪个正常人会把自己的代码起名叫 Are you okay 还有一次老哥给代码起名叫 Eats ugly But useful 我点进去看确实很ugly 就想看一下他到底有多优质疯 我就把整段都删掉了 发现毫无变化 我就给他代码改了个名 Eats nothing But ugly 最近他又开始梦见什么狼性文化了 开始在公司搞末位淘汰 每个月开除一个表现不好的员工 这哪里是狼性文化啊 这不是狼人杀吗 咱们公司一共就杀人 就别冒为淘汰了吧 我自己离职就得了吧 林总之前我老板还假惺惺的跟我说呢 王涛公司离不开你 我就知道我自己做了个正确的决定 谢谢你们 我来说这些伙伴们 大家好我是王涛 他后边听得我非常着急 王涛第二年就不想比了 我都第四年了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还有好多故事没有讲给你们听呢 就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从来没有在镜头前面说过的秘密 我是色弱 然后我跟很多朋友讲的时候 他们也会用你们这种根本不知道怎么安慰我的眼神看着我 是吧 不用好不好 没关系 不是你们的责任 好不好 然后有人看到我反应很奇怪 说你是色弱 那你现在看得见我吗 又不是变色龙 不用这么玩了好不好 我觉得大家都很了解色弱色盲什么的 其实色弱跟色盲都统称为色觉障碍 我是程度比较轻的 我就是有一些黄色跟绿色分不太清楚 然后再严重一点 就是大家在书上学过的那个红绿色盲 它就是红色跟绿色分不清楚 然后再严重一点就是全色盲 就是看所有东西都是黑白灰的 然后如果再严重一点 就是黑白都不分的 它就是一部分的微博网友 其实我觉得我们色弱色盲还挺可爱的 你知道吗 我们连电影里的坏人都做不了 你们能想象灭疤是色弱吗 就永远分不清那些宝石 你知道吗 就互联都不用战斗 就在那等灭疤崩溃就可以了 是吧 就灭疤在那 诶 毁灭呀 诶 毁灭呀 钢铁牙在边上抽着烟 怎么了 唱歌进不去伴奏 要不咱们简单点 咱们也别打了好不好 你就从我们这群人里跳出来 谁是绿巨人就算你赢好不好 我这很小的时候就发现了 当时我跟我爸在下象棋 然后局势非常胶着 但是我那天走出了 出奇制胜的一招 当然在我爸看来呢 就是我用他的马 把他给僵死了 我爸当时都懵了 说有三匹马的对手 好难战胜啊 而且我当时表现得非常嚣张 你知道吗 我说来啊 我愚蠢的父亲 是吧 我爸说孩子完了 对吧 你想这孩子心里这么健康 生理肯定是要出问题的 然后他就带我去体检嘛 你们体检的时候 也看过那个色卡 对不对 我觉得那个环节 非常的荒谬 因为你们看一眼就能看出来 你们不知道 其中有一页 我看起来是一头鹿 你们大部分正常的人 看起来是一匹马 所以就显得 不仅我不认识颜色 我还不认识马 我觉得还不是干脆一点 就正常人看到两个字 正常是吧 我看到一句话 哈哈哈哈 又得注意个色盲 挺 而且色肉对我 还是有一些影响的 你比如说 我下各种棋的水平 就参差不齐是吧 我最厉害的是五子棋 你们大概也能想象 为什么是吧 我下棋就主要看阶段 越到残局我越厉害 跳棋就主要看人数 你知道吗 六个人下着跳棋啊 在我看来 跟体检没什么区别 下着下着我就会 大家先不要动啊 我好像今天看见马了 这个应该没问题 给他看啊 我其实从小我就知道 自己是色弱 我现在已经32岁了 我已经是个老色弱了 但是我小的时候 很害怕别人知道这件事情 因为我害怕别人知道之后 大家会觉得 我跟大家不一样 而且你们知道 小朋友在最不懂事的时候 才伤害别人是最直接 最残忍的 小学的时候我体检 查出来是色弱 我还没走回班里 班里已经在传 我是色盲了 我还在解释 我说色弱色盲不一样 隔壁班小朋友趴着窗 我说你们班有色狼吗 而且小朋友连安慰人 都很伤人 还有人跟我说 没事没事 你不要难过 我读过十万个 为什么 狗都是红绿色吗 但是你知道那些狗 每天过得多快乐吗 我说谢谢你啊 很少有你这么通人性的朋友了 所以每次学校体检的时候 我都非常非常的紧张 我就生怕周围人 发现我这个小的问题 生怕周围人看出来 我甚至一度 把查色盲的那个本子 整个背了下来 这个方法呢 我是在百度色肉吧里找到的 我相信你们也没有去过我们贴吧 所以我在这里声明一下 我们色肉吧跟借色吧 是两个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图片 所以那次去体检的时候 其实我还是很紧张 因为我虽然背起来了 但我怕我背的不对 你知道吗 我怕我背错了 我非常担心 我走过去 我非常自信地说 我说大夫 马 大夫说 这一页是数字啊 我说大夫 马上我就能看出来 你不要催 所以非常的紧张 但是那天排队 排着排着队 我就不紧张了 因为我发现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 大家都一样 因为那天我看见 排在我前面的那个大哥 在背势力表 最开始我还没发现 我以为只是一个 虔诚的基督徒 是吧 后来排队大哥 根本不是在祈祷 非常感谢他 也是从那天开始 我虽然还是看不清颜色 但我觉得自己 更能看清自己了 谢谢大家 我是胖博 大家好 我是杨博恩 真的 我还真羡慕娘娘 现在还健身 我来效果文化 这么多年了 坚持醉酒的事 就是喝酒 而且我真的发现了 就是如果一个公司的酒文化 越严重的话 那么这家公司的价值观 就越扭曲 你知道效果文化 公认身体最好的人是谁吗 是成禄 理由是 成哥喝完酒 不头疼 我说你这还讲不讲道理 他喝完酒不头疼 那是因为他身体好吗 不是因为他头大吗 我们正常人喝完酒 酒精顺着血液 来到头部攻击血管 头疼 成哥喝完酒 酒精来到他的头部 然后一抬头 这么大呀 然后特别不明白 他们喝酒 为什么喜欢玩那个游戏 我觉得那些酒中游戏 都特别蠢 我第一次玩这个游戏 叫吹牛 他们跟我说 这个游戏可简单了 你就摇骰子 摇骰子吹牛就可以了 然后就开始了 三个三 四个五 五个六 到你了 你说什么 我说 这个酒吧是我开的 所以喝酒 是真的会让人变得单纯 是吗 不然你没有办法解释 为什么在酒吧里 一群将近三十岁的成年人 他们围坐在一起 喝酒聊天 但是他们对这个世界 能够提出唯一的问题 就是 动物园里有什么 动物园里有什么 这有什么可值得玩的吗 而且每次答案出奇的一致 狮子 老虎 大象 到第四个 想不起来了 十几个成年人的动物储备 超不过一盘 斗兽棋 但是每次玩这破游戏 我还都特紧张 我心里面先得想一个 与众不同的动物 然后表面上打的节奏 心里面一直默念 火烈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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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最后啊 我发现 这个游戏 成了我最爱玩的一个游戏 因为我发现 这是所有酒桌当中 唯一一个 只要你平时肯积累 就能获胜的游戏 我现在已经厉害到 我可以自己和自己玩了 莫香精 小鹦鹉 素门达腊虎 尼罗厄 珍珠基 可摩多巨蚀 我现在嚣张到 我就想和动物园的园长喝酒 我拿着一杯红酒 走在他面前说 来李园长 让我告诉告诉你 你的动物园里缺什么 然后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 老被那个老板 叫去陪客户喝酒 然后领导呢 就是还体谅我 他说 小羊呀 这个酒桌文化 确实是糟粕 你想不想知道一些 喝不醉的方法呀 我说我想啊领导 行 那你先打一圈 而且他教的那个方法 特别的奇葩 就是首先 喝一瓶酸奶打底 然后多吃肥肉 这样胃力有油 可以隔离酒精 最后多喝水 补水稀释 我也喝多了 我听完我都懵了 我说领导你干嘛呢 打底抹油隔离补水 你给你的胃化妆啊 那要是这样的话 咱以后再也别嫌 女生出门化妆麻烦了 我就出去喝个酒 我这个胃也挺妖饶的呀 后来上了一只烤鸭 我都不卷肉 我光吃那个薄饼 领导问我 你怎么光吃这个薄饼 怎么回事 我说没事 夜深了 我给我的胃敷个面膜 能喝 我真的觉得是 人类最无能的本事 而且越是无能的行为 他们越喜欢整一些大词 显得它很厉害 就比如说有一种喝法 就是一个大杯啤酒 往里面 扔一个小杯白酒 他们管这玩意叫 深水炸弹 喝完之后觉得自己特厉害 我觉得哪天要是打海盗 就应该把这种人派过去 天天让他在索马里 扔啤酒瓶子 对吧 下面的鱼雷潜水顶 刷刷刷刷的过 他拿个扎皮 站在甲板上 哇 深水炸弹 只要你敢造词 任何事情都能让你说得非常厉害 就比如 我教你那种吃口香糖的方法 你先嚼一粒 不吐 然后再嚼一粒 别人就问 你这个是什么吃法呀 我这个是 两粒一达一起嚼 做生活中的嚼嚼者 咱俩一起嚼 咱俩就是绝代双嚼 谢谢大家 我是一达五汤口香糖 杨蒙恩 大家好 我是黑灯 能看出来吧 视力有点问题 0.02你们有概念吗 那就是瞎了呀 给你们普及一个小尝试 0.05以下的都算是盲人 所以我讲脱口香 那就瞎讲嘛 刚开始讲的时候 新手也冷场了很久 一个多月 讲什么都不笑 老板很奇怪 天天叫我去他那演 我想看中我 要培养我 后来问他 他说以为能申请残疾人就业补贴 问我能不能把小家也给他弄过来 开个玩笑 看中咱俩幽默 我现在出门就不太方便 经常会磕磕碰碰的 你们留意过街上那种忙到没有 有没有发现他经常就走着走着走着 他就没了 有时候过分还给你突然拐个弯 我说怎么能铺成这样呀 你不会是盲人自己铺的吧 其实盲人最安全的是走那个飞机动车道 就沿着那个马路牙子 高穿那么一段 那个永远不会在哪里都有 但是飞机动车道最大的问题就是 上面经常停满了机动车 就汽车停在了自行车道上 自行车停在了人行道上 那人就只能去机动车道 难怪说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我最近有个大胆的想法 我想考个驾照 那个忙到经常被占用啊 你就面对那一排共享单车 感觉自己到了一个文明的忙区 能怎么办 就只能一脸忙着 台上 没有铺忙到吧 其实之前去申请过导盲犬 很快就放弃了 因为导盲犬确实非常少 全中国有多少盲人你们知道吧 八百万 导盲犬两百条 每年有五万多人在排队啊 我想我等的狗 它在多远的未来 没出来等到那天 我都能治了 法律规定 导盲犬是可以进这些公共场合的 但是经常还是会被拦下来 怕他会咬人啊什么的 就充分曝出这些人非常的无知 导盲犬筛选的第一条就是 泥王上数四代 不能有任何那种攻击人类的行为 就这么严格 选种也非常严格 怎么说呢 对身材有要求 科技这种不行 腿太短了 他自己上楼梯都费劲 我抱疼 太聪明不行 像编幕这种 他不仅通人性 他甚至都能通人情世故 你跟他说别走了别走了 歇会儿吧 他就想 不会是点我呢吧 走走走走 红灯没有关系 我这伸手 飞盘我都接得出 这个车算什么呢 太蠢了也不行 哈士奇这种不行 哈士奇确实也能带路 黄泉路 我上个月呢 发到一条视频 就是一个 导盲犬又被一个工作人员拦下来了 下面评论区 有好心人在科普 说迄今为止 全世界范围内 都没有任何一次 导盲犬袭击人类的记录 还有那种网友在下面杠他 说以前没有 不代表以后不会有啊 就算不咬人 那有的人 他就是怕狗怎么办呀 我当时火又上来 我说怕狗 那就是怕狗的问题呀 那不是狗的问题呀 火射孔啊 我还怕人呢 对吧 我觉得文明的盲区 其实在很多人的心里面 不在路上 那最后了 提醒一下各位 根据残疾人保障法 所有这些正规的比赛 你需要给残疾人提供一些合理的便利 灯太少呢 我确实是看不到 急不绝 朋友们 可否借我一双慧眼 帮我看看 急灯了 现在 急不动了 急不了了 没事 停拍吧 四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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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灯了是吧 早知道这么容易 段子就不讲了 直接讲这个 开玩笑啊 最后还是想说就是 希望像我小嘉将的朋友 多来讲脱口秀 普天还等着我们呢 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四灯 非常开心啊 今天我又是唯一一个进决赛的女生 最近很多人问我 她说为什么女生做喜剧的这么少 女性做喜剧到底有什么障碍吗 那我今天讲讲我跟喜剧的故事 好吧 我觉得我很小的时候 就很喜欢搞笑的东西 我在小学的时候啊 就我们家几十本笑话书 当时我觉得市面上 已经没有我没看过的笑话了 但我们外有个男生啊 他看的总是比我多 有一天我问他 他就跟我说 我跟你说啊 男厕所小便池的墙上 贴了好多笑话 可好笑啊 把我给难受了 你知道我还专门跑到男厕所去看 你知道 站在那哈哈大笑 然后一个人进来问我 他说你是上厕所的吗 你走错了 我说不是 我还看笑话的 我经常在想 为什么女厕所墙上 就没有笑话呢 我想这就是 女性做喜剧的障碍吧 而我通过自己的勇气 打破了这种障碍 我觉得做喜剧呢 其实很受环境的影响 因为我经常觉得 我身边的人实在太好笑了 我是一个陕西人 大家知道吧 我们那儿好多方言 特别的彪悍 比如我们高中化学老师 他上课就用陕西话讲课 我们高中化学老师 第一次到我们班做自我介绍 我们全班都震撼了 他是这样说的 那儿的名字叫钱启风 那儿叫花学 那儿的心给恨厚 当然那儿有缺点一个 那儿最大的缺点是 普通话设不太厚 我真的 我经常听我们老师讲课 我感觉他自己在跟自己吵架 一吵就是45分钟 而且你会发现 跟这样的老师上课 你会发现 名字起得再好听都没有用 我们班有个女生叫梁珊珊 我们老师每次一天 梁珊珊 把你给吓死 而且呢 我们田老师 每一句话都质地有声 我觉得如果让他来 给我们赞助上证广告 肯定效果特别好 比如说一句正常的广告 我们的超补水的音术 我们正常是这么念的 音术透明脂酸小白瓶 补水修复就用音术 我们老师肯定会这样念 饮输不睡 炒鸡不睡 炒鸡无敌不睡 其实我小时候 那是个挺孤僻的小孩 我发现只有讲笑话的时候 我才能跟大家打成一片 就比如每次体育课的时候 好多不运动的同学在一块 大家就聊天嘛 他们说 又到了自文讲笑话的时间了 然后我就讲 讲着讲着一个男生说 自文 你是不是偷看了男厕所的笑话 听得我都要笑尿了 而且上学的时候 我天天在学校里面模仿同学 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有一次呢 小学毕业的时候 我记得我们班一个男生 在同学路上给我留言 他说 王思文 你知道你在模仿别人的时候 别人心里有多痛吗 我当时看到这句话有点惊讶 然后我立刻用他的语气 把这句话模仿给另外一个同学 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他在那边就这样看着我 他就这样看着 他说 王思文 你真是一个笑话恶霸 我太喜欢笑话恶霸 这个称好了 真的 我觉得比脱口秀女王厉害多了 我就连在自己的婚礼上 都忍不住搞笑 你知道吗 当时我记得我们几个站在台上 然后思义问程鲁 他说 新郎 有什么话想对新娘说吗 程鲁说 亲爱的 我要爱你一生一世 我心想 自己的婚礼上 能不能说点真话 然后思义问我 她说新娘 那你有什么话想对新郎说吗 我说没有 然后思义当时都愣住了 不知道该怎么接 她说 哇 新娘真是太幽默了 然后台下的父老乡亲 议论纷纷 哇 这个女的好老恋 肯定不是第一次结婚 我后来上了电视 我也是在电视节目上 调侃这个 调侃那个 我以前说过 我们陕西人不爱吃米饭 结果很多陕西人 给我发私信 特别生奇 给我说 我告诉你 不要让我在陕西看到你 小心我把米饭塞到你鼻子里 我后来还在电视上 调侃过空姐英语不好 你又没有觉得空姐英语 真的很不好 就他们说话又快又不标准 我经常觉得空姐 说英语的时候 在啃地瓜 就啃那个好地瓜 哇 每次说英语之前 啃一口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aboard in order to ensure the normal operation com the kitchen says 我讲完这个段子之后 很多空姐给我发私信 说你不要让我在飞机上看到你 所以我现在坐飞机特别紧张 你说万一我遇到一个 陕西级的空姐 你好 请问你要鸡肉米饭 还是牛肉面条 鸡肉米饭 好的 麻烦摆鼻子张大一点 当然这是我的想象了 但是我现在每次坐飞机真的很紧张 我就特别怕被空姐认出来 有一次我真的被空姐认出来 他就见我 他就说 你好 你是讲脱口秀的那个斯文吗 我说 是 我特别怕他打我 但他说 我可以跟你合影吗 我说可以可以可以 他说那你能在纸上给我写几个字吗 我说可以 我说你想写什么 他想了想说 他说 那就写起落平安吧 我当时特别内疚 我在想他们的愿望是如此的简单无私 而我却在调侃他们英语说的不好 我觉得我真的不是人 我在想喜剧带给人的到底是快乐还是伤害呢 后来我想了想 我觉得坐空姐是她的职业 我应该尊重和理解 但坐喜剧也是我的职业啊 对吧 于是呢 我就在纸上写下四个字 起落平安 然后问她 那你知道 齐骆平安用英语怎么说吗 好 谢谢大家 我是斯文 大家好 我是Rock 哇 大家就哭成那样 过去的一年 我的生活发生了一些变化 我上了一个恋爱综艺 上恋宗没什么 但是要命的是啊 那个恋宗的观察员 还是大张伟老师 我就觉得大老师过去这一年太辛苦了 观察完我的工作 又去观察我的感情 现在又来复查我的工作 我跟医师一样啊 大老师现在我妈都没有你了解我 其实恋宗一开始来找我 我还挺高兴的 我说什么恋宗啊 这么有眼光 然后人家说 老师 咱这是个离婚恋宗 说就是一些跟您有相同经历的人 有的也上过节目 您不介意跟同行谈恋爱吧 我说什么意思 难道这里边还有斯文 我说没有没有 别多想 知道你们公司这方面人才多 但是只找你一个 我说这是为什么呀 他也很扭捏 我们这个预算 我说行别说了 上节目之前我也很忐忑 我就把市面上这些恋宗啊 都给他看了一圈 看完之后我惊呆了 这里边都是秀恩爱的现在 就各种喂饭 你知道吗 就啊 然后给你擦嘴 系鞋袋 又是开门 又是拉安全带 我说这不都是护工干的事吗 然后一帮那个观察员 还在那儿起哄 是吧 就啊受不了 好浪漫 上头了 我说这怎么就浪漫了 就我们现在对浪漫的理解 就是生活不用自理 是吧 那那几年 我姥爷重病卧床的时候 没少喂饭 我们一听他说 哎呀受不了 太浪漫 上头了 上头了 我这把老骨头都输了 我觉得所有的男人 真的都应该经历一下 练宗的洗礼 太锻炼人了 好吗 就呆滞如我 现在也都学会了 察言观色 就光什么时候 及时给女生递纸巾 这都是学问 告诉你们啊 就是只要女生 开始讲 她跟前任的故事 你这手就得开始摸索 你就感受这个氛围 是吧 这眼泪要来了 要来了 给 没事的 小心你的眼妆 你一定要快 你知道吗 因为慢的话 你摸到的就不是纸巾了 就是其他男嘉宾的手 吓死了 你知道吗 你说 我这不算就是 牵手成功了吧 那然后我就想 为什么现在 谈恋爱的人越来越少 看恋宗的却越来越多呢 我就发现 其实恋宗 已经成了 现代年轻人的爱情代糖 就是它可以让你 尝到爱情的甜 但不长爱情的肉 多好的事啊 你谈恋爱 我磕糖 你翻车来 我骂娘 跟我也没关系 对吧 所以现在大家看恋宗 只想看撒糖 一个真人秀里 全是秀 没有真 越真越没人看 我们那个恋宗就是 真没人看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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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人看了 那为什么你们告诉我 一记热播下来 我就长了两千个粉丝 其中一个还是赵小慧 就是标准的恋宗受众 就是一个母胎单身 每天跟我在那脱离实践 聊理论 聊了两天突然跟我说 你们那个恋宗不甜 我气了 说看完我就一个感觉 这离婚哪 果然都是有原因的 好不是吗 但是真的也不怪他 你知道吗 我那个恋宗确实不甜 而且节奏又慢 怎么说呢 就是当时节目 已经录了一大半 我还没有跟任何人 产生瓜葛 导演组都急了 然后过来说 大哥 您来这儿是干嘛来了 旅行交友 光旅行啊 一天到晚坐那儿 就起哄 磕别人CP 说说风凉话 发表一些 自以为是 站着说话 不摇腾的观点 你以为你是观察员呀 最后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的个人经验 就是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怎么啦这是 无论发生了什么 只要我们做好 眼前力所能及的事情 一切就都会好起来 谢谢大家 我说 大家好 我小太 一个普普通通的拆二代 我最近发现 其实好多人 对我们这些拆二代 有很深的误解 真的 因为经常有人会问我 你们这个拆迁呀 是不是就像中了500万一样 真的不一样 因为没有那么少 然后还会有人很好奇 人拆迁以后的心理状态 就问我 当我这样一笔天降横财 突然间落到你头上的时候 是不是难免会有一些 狂喜和雀跃呀 真的没有啊 压根就没有什么天降横财 那都是为了城市规划建设 做出牺牲以后 应得的合理合法的经济补偿 但说实话 我的心态一直还是挺健康的 主要跟这个拆迁的时机 有很大的关系 像我们家拆的时候 我已经30岁了 但是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呢 是小学四年级 20年啊 所以不要觉得拆迁就是不劳而获 我起码付出了等待 真的 而且等待真的非常的熬人啊 我们家里边好多老同志 根本就没有熬到那一天 你知道吗 我都能想象啊 他们寿终正寝的时候 一定会非常遗憾地想 哎呀 这回真是等死个人啊 开始的时候 我爸还真的不着急啊 因为那时候听说 我们那个回千楼啊 是欧式宫廷风 装的跟古罗马一样 那肯定就不是一天能建成的 对不对 后来眼瞅着 好多老同志都走了 也开始着急了 天天在家里念头 说怎么还不拆啊 开发商是干嘛的 怎么正常时间还不拆啊 我那时候虽然还小啊 但是已经知道 该给家里排邮解难了 结果我爸出了一个好主意 我说您看这事是不是这样 如果开发商那边 要实在没时间拆的话呀 咱们自己拆 不是一样的吗 我爸说你这个主意很妙呀 我说对 老师跟我们说了 这叫发挥主观能动性 我爸立马就告诉我 这个房子呀叫不动缠 所以能不动 尽量就别动 但是我真的受不了啊 这些脱口秀演员 他们也是觉得 我只能靠拆迁 说我只能这样拆二代的段子 我今天就是想告诉大家 如果说我这一轮比赛 能晋级的话 我下一轮 绝对不会像 任何拆二代的段子 我讲我儿子 拆三代的段子 谢谢大家 有请中文互联网 仅剩的帅哥 徐智盛 大家好 我是智盛 最近我老出去录节目 真的很受挫 因为唱歌 跳舞 各种乐器 我也都不会 别的节目都急了 这事 你除了脱口秀 还会啥 你看人家其他节目 都各种声光电 在台上多耀眼 我说你要是想要 声光电的话 我还会电汉 我这个节目 比他们耀眼多了 你都睁不开眼 我从小学电汉 是因为我爸 想通过这个事 反向鼓励我好好学习 结果没想到 我天赋这么强 十岁就会焊铁锹了 村里都轰弄了 都出去传 说我们那 除了个电汉神童 真的都有人 来看我焊铁锹 看完还夸朗 说这孩子 还真是个 吃苦的好苗子 然后我自从 学会干电汉之后 我爸就老让我 帮他干活 暑假 寒假 周末 边干活边说我 说你不好学习 就只能干这个 我说爸 我想好好学习 我没时间呀 而且也没时间 学才艺 整天干电汉 就过年的时候 我表哥在那里 表演双截棍 把我气得呀 偷偷地 把他的双截棍 焊成了棍 我是没想到 这个跪打人 也这么疼呀 我在娱乐圈 就一直没有找到 电汉的用武之地 因为现在的节目 都是什么 蒙面歌王 蒙面舞王 我就不明白了 你唱个歌 跳个舞 你蒙面干啥呀 电汉 才用蒙面呀 我能想到唯一的用处 就是你们的CP 避疫了 我能给他们汗上 所以我真的 我进入这一行 真的就误打误撞 我家里也不是 按这个方向 培养的呀 我是在农村长大的 我是个真正的 重地霸少年 就现在很多少年 真的不理解 重地这个事 前段时间 一个少年问我说 志胜哥 你会打农药吗 他其实说的是 王者荣耀 我哪知道 我说我会打 从小就打 他说你一般 打什么位置 我说我打什么位置 主要取决于哪里有虫 他也听明白了 说原来你喜欢打野呀 而且回家 老家人也不理解 我现在的生活 真的我过年回家 跟我说 亲戚跟我说 说志胜 在村里给你接了个火 去咱们村养鸡场直播 跟我说 你去养鸡场直播 啥也不用干 你就追着鸡跑 你让大家看看 咱这都是走地鸡 还说 我跟你说 这个直播间的名字 我都想好了 叫成胜追鸡 我都疯了 我说你要是光追鸡的话 你是不是放条狗就行呀 除了在农村里 养成这些技能之外 我在大学还学会了修电动车 因为我那个时候花二百八 买了一个电动车 就那个电动车破的呀 就是你给电 它不光往前走 它还一直在那抖 就你坐一会儿 你身子都麻 有一次一个女孩坐了一次 跟我说说 至少你这个电动车 是不是漏电呀 真的 我第一次坐电动车 晕车 哎呀 真的 关键是这个电动车 它还老坏 就有时候 骑到半路 它就坏了 我还得停下来修车 真的有时候修得 出书了路过的同学都惊讶 说这个同学到底什么专业的 他怎么也不学习光修车呀 真的 所以《众力发少年》 这种节目真挺好的 我就希望 以后能多出点这种节目 什么蒙面汉匠 拜托了电动车 养猪秀大会 我昨天是在节目上 最闪耀的那个 谢谢大家 今天本来 大家好 我是张大大 谢谢大家 本来我真不打算说话 我打算上来就说 谁愿意给我投票 集满198票 我直接退出娱乐圈 现在开始投票 他这现挂了好像是 好像是现挂了 这姑娘别把机器按坏了 别把机器按坏了 但是我觉得刚哥说的很对 人在弥留之际 会回光返照 回顾自己这浅浅一身 知道有些事情做得不妙 我决定好好检讨 接下来是我的检讨时间 大家好 我是张大大 我是张大大 吐槽大会已经办了舞技了 我想你们终于迎来了一位 真正的主咖 但是你们节目非常过分 但总 你跟我说 想当主咖 还得竞选 我 张大大 我和我的祖国小偷扮演者 微博三千两百万黑粉 连续三年蝉蝉虎步 最讨厌的男明星排行榜第一名 我想被人吐槽 还要竞选 你们这种行为 简直是否定了观众对我的否定 而且你们没看到 播出的时候 这竞选主咖 这一个一个明星 绞尽脑汁在原地 好费劲啊 哎呀 我有什么让人讨厌的地方 我就看着他们这群人 我想 原来讨人厌 这么难啊 等我上场的时候 我一个字都没说 直接全票通过 一言不发就过了 导演都惊呆了 他问我 你是怎么做到的 我说 没什么没什么 平时多积累就好 可以 很不错 可以可以 学座很稳很稳 我是真的非常非常喜欢 这一季的吐槽大会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 凭实力 当上了队长 在其他节目里 就算是一选一 他们也不会 选我当队长 但是 这六位 就是对待我的规格吗 你们六个人 除了长得像 我的黑粉之外 你们凭什么 坐在这儿 我告诉你们 别笑 你们六个 这辈子记得得 都不够我一个人 拜的 首先 辣母养子 I hate you 同样是演戏 所有人都夸他 哇 演得好有灵气 夸他小偷演得好 他小偷演得好 你根本就没有 闪赌和彷徨 你别看看我 你学学我 然后他演小时代 更气 又夸他 说他颠覆了 传统固理的形象 他是 幽默的固理 我也颠覆了 传统科学家的形象啊 不是 怎么你们就不是 我是幽默的科学家呀 王建国 颜鹤祥 别说你们俩还挺配的 一个是爱吵CP 一个是被CP吵了 对不起啊 颜鹤祥老师 我平时 对您不太了解 因为我听相声 听得比较少 我听脱口秀 听得比较多 因为我个人啊 比较爱听 好笑一点的东西 所以我也不听王建国 我觉得建国是建国以来 最不好笑的脱口秀演员 李旦辛辛苦苦 把脱口秀的门槛搭起来 这王建国一上去 一屁股就给做碎了 要不然 杨蒙恩这种人 是怎么混进来的 杨蒙恩请你出示一下 录制这次节目的合同 我是说真的 吐槽大会明确表示 只有前五可以进来 录制你一个第六名 是怎么混进来的 你一混进来就算了 他刚才说什么 他想打我 蒙恩同志 我告诉你 想打我的人多了去了 你算老几 哦 观众说了 你算老六 还有蒙琪琪 她竟然敢说自己是 凡尔赛文学的创始人 我看到她那些微博 又是住别墅 是买七万七的眼镜 我告诉你 你都别信啊 绝对是假的 如果是真的 我能当你的闺蜜吗 我们主持人最好的作品 就是像汪涵何久那样 能够处理厂上的状况 而通常我 就是厂上的状况 有一次主持 直播的时候 我不小心摔下了楼梯 我想这机会来了 我要救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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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集中神智 大喊了一声 救我 神经病 所有人都可以笑 大张伟 你笑什么笑 我和你认识这么多年 我没想到你竟然用你专业的领域吐槽 我而我 我没有专业领域 其实我有专业领域 我最擅长的就是 跟比我厉害的人交朋友 所以今天我在这边公开宣布 所以今天我在这边公开宣布 大张伟和蒙琪琪都是我的好闺蜜 我以为琪琪一起走永远都是好朋友 最后 我想说下实话 我为什么敢来 因为我虽然讨厌 但是我不违法 我讨厌 我可以接受吐槽的批评 如果我违法 请法律来制裁我 而不是都想把我 埋起来 太不容易了 哎呦 这一段 哎呦 这一段上得不错 我的才华可以被埋没 但是我不可以被埋没 来了 绝活来了 绝活来了 我是永远有泪也不倾弹的好男人 张大大 谢谢